下面是修行的方法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无量受精神教导我们的方法 就这一向专念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倾尽阿弥陀佛 我们就成功了 你看发了菩提心 能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人决定的神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做佛 功德就圆满了 这个世界要放下 一丝毫的贪然都没有 必须要做到 弥陀要解约 于一切方便之中 求其至直节 至圆顿 没入念佛 修身净土 偶尔大师说的 一切方便是什么呢 就是大乘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你要想求 最直接的 就是什么呢 现在人家 不走弯路 直接了当 也就是最快速的 最快速的 运顿的 不但快速 直接快速 而且圆满 顿朝 圆顿 发门 是大乘教里头 第一发门 这是什么方法呢 无过于念佛 求生净土 最快的方法 一生当中 能成就 而且正干的人 弥陶经常讲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七日 就成功了 不是假的 我们在 净土神仙路 往生传里面 看到这个例子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也看到这个例子 我在美国 马里兰州 距离华府不远 看到周广大先生 开个面包店 什么宗教都不相信 他没有宗教信仰 得了癌症 医院医生 宣告他 没有办法 拯救了 拯救了 无法治疗了 让他家人 带他回家 这个时候 家人 才想到 求佛 求神 求心 希望有奇迹 出现 找到我们 我们的时候 刚刚在 马里兰州 成立一个 佛教会 叫华福佛教会 刚刚成立 他们请我做会长 来找我们 说明这个状况 都是中国人 我们这里就有两三个 同修 很热心地去 拜访他 一看 确实 没法治疗了 所以就直接了当 劝他 念佛 求神极乐世界 把极乐世界的好处 讲得挺 他一听就欢喜 这就像根 他一听就接受 没有宗教信仰 才遇到的时候 他居然 他就相信 告诉他的家人 不要求医 不要求 求我的病好 你们大家 统统念佛 帮助我 往生基督乐世界 念了三天 他往生 真往生 瑞相非常稀有 这经常讲 若一日若二若三日 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 一介绍 他就喜欢 就相信 就发育 三天 日夜佛号不断 我们十几个同学 能留帮他 我们对弥陀经上 讲的话 相信 我们看到了 由于 一切念佛法门中 求其至简易 简单 容易 最简单 最容易 至文的 是最文最当的 莫若 幸运 专持 名号 念阿弥陀佛名号